好,對這部人,他關門開發正下比起來沒有那麼有 對開發只能說沒有那麼有差 就是他常常改動改機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個FBMW,他是直接不用的嘛 日式升級 然後像我前陣子開發PHP的同學也是過段時間突然不能用 因為他裡面的架構突然不完 所以對開發,像我那些台,還算是蠻好的 他們都會幫助我自己也用過,就是幫忙改工 改一些東西 但是FB可能就要做這些新聞準備 就是哪天怎麼使用就知道了 好,感謝你了 那 先 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做,剛剛葛珀文講到這種現象 如果你只是做一個表演的話 像現在台灣的東西,他們都在做表演 開個記者會 或是一個什麼國歌會計畫還是什麼 做個表演的話呢 還OK 但是你要做服務的話 就要非常非常注意這個現象 其實不只是FB 像說雲端的所有的服務都有類似的現象 它會一直變 然後對 他們 他們也是想要 這種在web上面的 這種現象其實是很普遍的 這個 都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就是這種一直變化 然後開發者跟管理者 你自己要注意到 那這個使用者當然是不可能注意到這些事情 好 好 那 這邊 這邊 快速review一下 不然就等之後 有時間再 再重置 好 那 今天 剛剛已經提到過 就是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整個Facebook現在的 就是 現況 對 並不是背景 就是只是現況而已 對 那提到現在這些現況之後 我們 有提到了 就是 它整個以前的傳輸的架構 就是應用程式 app 跟Facebook server web server這邊之間的架構的改變 從FBML到 iFram 那 iFram它的架構 就是 它 存取的這一端的request iFram request 是到 我們這邊的app server 就是開發者的app server那邊 所以不再是 就是全部都是透過Facebook 那Facebook這邊對 user就是 就是做一些request initial 然後 讓他可以 就是導向 就是我們這邊的app server 那 另外一個 他對於app server這邊 就是做一些API code 對 好 然後那有一些優缺點的分析 那 這邊剛剛有漏掉一點的 就是 在安全的部分 LBML 它一開始在開發的時候 它是比較 focus在 安全的部分 所以它才會有一個 制定這樣子的一個language 那 但是隨著後面就是 html file 它 衍生出來之後的架構 Facebook他們的策略也改變了 就是 他們選擇去考慮到的是 html file 它的安全性的問題 那 取而代之的就是 使用iPhone的這個架構 那 因為iPhone的架構 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 它的那個 支援的一些 很多一些動態的一些技術 它是有支援的 Judascript HS 那些都是在對user的呈現來講 就是會比較 額 效果比較多元的 然後也會比較 豐富你網頁的內容 跟你的app的一些服務 對 那 所以就提到了他們的架構 那基本上 XFML 它的架構 它就是多了 剛剛有 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JavaScript API的部分 然後還有 Ajs API Response這邊的部分 這邊部分是由 那個Facebook的WebServer來做 處理 對 那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提到了 比較簡單的 嗯 Blogging的 SocialBlogging的一些 應用跟設定 那 講完之後 我們就 有講一些核心的Meser 嘛 那剛剛也跑過了 就是SocialBlogging的範例 那這些設定也是 剛剛都有提到過的 那設定這邊 再度的提醒就是 App的ID 然後你的Channel的UIL 我這邊都要對應到正確的位置 對 那 接下來這個 Initial的這個載入 也一定要有 都不能少 那記得後面 App ID 是你的App ID 那邊要做修改 好 那 那這個它是有兩種Tag 那SocialBlogging 它之所以 只有HTML FID 跟XFML 這兩個Tag的原因是 呃 就是 因為其實這種 外掛 應該算是 套件 就是外掛的套件 如果是用iPhone的話 它要處理很多 就是 比較 不安全性的問題 那會大大增加Facebook這邊的麻煩 跟安全性的益 所以就是 用這一個方式來做 來做 就是開發 對於Facebook來講 會比較好 那剛剛有Demo一個很簡單的 那個Facebook的HTML 那這個裡面的檔案 都有寄給 就是今天來與會的大家 所以寄信都寄給你們了 那 接下來講到的就是 Graph API的部分 那簡單來講 就是 它就是可以提供開發者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取得Facebook使用者的 這些資料 那所有的資料呢 一定要先經過 認證 再來是授權 那 才可以就是 取得它裡面的這些資料 那會用到的核心Message 就是Initial Login 然後GetLogin的Status 還有它的API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比較重要就是 GetLoginStatus 那開發者 都是在這三個狀態下去 做 控制 所以可能有 Connected 就是登錄 但有授權給應用程式 那 那Authorized 就是它有登錄 但是沒有授權 那另外一個就是其他 那其他的話 其實就是包含就是 沒有登錄成功啊 或者是 它可能有嘗試做一些 一些比較 讓伺服器沒有辦法解析的 一些行為 那它就是 Unknown 對 那程式的架構 這邊就是很重要 這邊你們在開發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就是 一定是Login先 然後Login伴隨著 就是認證跟授權 再來才是 GetLoginStatus 所以它是不可以 你Login完之後 你在旁邊或下面 再寫一個 再寫一個 GateLoginStatus 那等一下詳細裡面的 Code 會等一下會再 給大家看 對 那 這是它的架構 從外層 然後到中間這一層 然後跟你內層 API Code 那API這邊當然 不只只有提到的 CraftAPI 其實還有FQL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蠻多的一些應用的 預言都會在這個裡面 那 也有Demo到那個 Facebook App的部分 那記得就是這個例子 只要先認證 因為我的 我的那個SSL 它是沒有認證過的 所以是要先 要先 要先在Client端這邊認證一次 然後就可以使用 自己開發的APP 對 那這邊要提到就是 授權是為了要取的UID 跟SS Token 那SS Token 那SS Token 就是在它授權給應用程式的時候 會產生的那個Response裡面 那就是可以存取它的這些資料 那剛剛結束前提到的OpenGraph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強調它是一個 魚翼網的Approach 對 那因為Facebook它本身的會員數也夠 然後它有自己定義出來這個MetaData的一些框架 那所以現在大部分都可以就是 都必須會慢慢的會往它這邊做靠攏 那另外一個它比較吸引人跟安全性的問題是 它OpenGraph Protocol跟那個Graph API的 在哪個部分都會牽涉到使用者的影子 那換句話說也就是 你喜歡做的Anything任何事 你只要在某個網站它是有一節Facebook的部分 那都會讓其他人知道 例如說今天就是跟WecoLab在出遊出團 然後去哪裡玩 對 那可能就是玩一玩之後 結果等級升到60了 然後很開心的在上面PO了一個文 然後教授這時候就看到說 你媽不知道你這邊在偷玩遊戲嗎 那之類的 所以那這個Event的話就會被就是其他人看到 那所以就會牽涉到很多很多需需多多疑似的問題 但對於開發者來講它是很吸引人的 因為它可以取得 可以說是所有它可以取得的資料 所有反走過必留下痕跡的這些資料 對 那也提到了就是Web3.0的這個大概裡面的部分 那剛剛有在另外提到的就是它在 現在還在 還在應該算是還在 還在爭議跟制定的部分 那就是包含 包含就是Snet.web 那也包含了就是 還有在那個 在那個SBG 或者是那些長久以來的制定 那些都也還在討論當中 好 然後 再來就講到它怎麼定義它自己的 這一個 這一個OpenGraph的Protocol 那是在Meta這邊做設定 好 那 接下來 剛提到環境部署 那環境部署的話 它是在 因為我們Facebook開發的架構是 而Server是架在我們這一端 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到就是 那個Deployment 就是環境部署 那 就是第一步就是申請Facebook App 然後架設 Application Server 然後再載入你要的SDK 那 這是環境部署的部分 那再來開發跟維護 就提到了 就是等一下會提到有一些要用到的技術 那當然會簡單提到一下Git 對 那環境部署的部分剛剛是用Linux跟那個 SSL的設定 還有Protocol 它 雲端環境的一個架設 那 所以這邊的 就跳過剛剛都有講過 那 主要要提到的就是SSL這邊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加密檔案跟Key 它是沒有經過認證跟授權的 那這個部分呢 詳細的內容架構 有貼上就是 WecoLab 就是美星老師有講過的 那個 算是SSL的一些很詳細的一些介紹 所以 可以再對那一邊 你們可以再去做研究 那 載點都放在 Zobus 上 有的上都不會動 好 那就接下來介紹 怎麼用 就幫助Linux來做 就是加密的 服務的開啟 好 那主要就是 提到就是 reload 這邊是要在開發的時候 debug 不要等到restart 不然就是 會讓就是其他的共同開發者會造成大的困擾 對 那接下來是編輯裡面的這些內容呢 那一定要有就是 SSL engine on 然後還有就是 certificate file 對那邊的部分 那邊就是你的簽證 你的簽證就是在那個裡面 那key file呢 就是 就是 在簽證之前 你會產生一個 算是primary key的部分 那來做 來做一個連結 對 那這部分的設定 因為它是預設的 所以 它 安全性 它是沒有被CAA認證 所以它會有安全性的疑慮 你必須要在client端那邊允許 才可以使用服務 那 所以 呃 怎麼樣讓認證受信任證 剛剛講過 那看文字就可以了 那所以 剛剛最後介紹到 heroku 跟linux2 那 heroku 它是 在雲端的一個開啟平台 那 剛剛老師有補充到的部分是 呃 雲端的平台缺點就是 呃 它的環境的設定 或者是變數 可能 每省的一些核心都會有一些修改 所以在開發者來講 方便的是省掉了前面的環境布置 可是 在後面的開發跟維護 那邊就會需要費很大的力氣 那 取捨的話 就要看 看我們開發端這邊怎麼做選擇 好 那 review完了 這部分 就來 剛剛都demo完了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code長怎麼樣子 那 都有 mail給你們了 所以你們 也可以 也可以同時打開來看 聽語音 聽語音 好 稍等我一下 那 那 那 code的部分 就是在 這裡 調一下解析度 好 那 這一個就是 整個 整個 剛剛你們看到那一個 呃 Kobayashi的app 它裡面的code 對 那 這邊 這邊我特別有寫一個initial的function 才去執行 是因為 在 呃 有些瀏覽器 那個像Chrome啊 它會有一些 呃 在底層JavaSuite載入核心的問題 那這部分應該 關於JavaSuite的一些碰撞 應該下午的NodeJS這邊會再做補充 這邊就不再多說明 那 那 就是有講到裡面的app ID 就在這裡 然後 channel UIL 你可以自己寫 那自己寫 其實你是 你這個目標是載入那個 JavaSuite 載入那個Facebook那邊的 也就是上面你們看到的這個 srcconnectfacebook.net 這個 這個資料 你必須還要在那邊再定一個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channel 對 那 cookie啊 Status 這邊就是